你需要的不是陪伴 Would you marry me? 事情到最後 都變了一團混亂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一天都想要見到你 好像不是他需要我 而是我需要被他需要 看藝術品很主觀的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有時候和你當下 會直接反映你的心情 你會有你的感覺 我也有我的 我去 嗨 有見面了 三 三 二 一 我一直不知道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把心事講給陌生老天 知道你最不為人知的一面 我喜歡你 可能我太想談戀愛了吧 喜歡一個人或不喜歡一個人 都完全難的 那你要怎麼判斷意見中心這件事 你不覺得他真的很可愛嗎 就是想來談戀愛啊 這樣講起來我不負責任 但是 可以被另外一個人接觸的感覺證明不好 但是在很多人面前 發現我們是一樣的人 你需要的不是陪伴 你會去結婚嗎 有一次啊 我們看了一部老愛情片 他就跟我說 我們一定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好像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覺得害怕 事情到最後 都變了一團混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一天都想要見到你 我們可不可以先相信現在就好了 都快地說 你騙我欸 你不是也在騙我嗎 善意的謊言又不是一件壞事 就算失敗了也可以來得去問 多好一機會 我連自己都騙過了 沒想到他什麼都知道 好像不是他需要我 而是我需要被他需要 我不想他每次牽起你的手又要放開 我只是想 嘗個戀愛 我不保證戀愛感喔 我只是想嘗個戀愛感喔 真的嗎 我不是說戀愛感 我也是想你有多好感 你做人嗎